而在台东地区也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 在东河乡一米八岁的谢信南投 他骑着脚踏车 从自家社区巷子冲出来 一台计程车刚好经过 司机来不及刹车直接撞上去了 小男孩当场是倒地不起 送往台东的马街医院来抢救 中车连加期间 台东地区除了南回县 有明显北上赛车情况外 宋谷县和海岸县两地路况顺畅 即使途经风景区也没有车多拥挤的现象 不过就在10月1号下午4点多 在东河乡却发生一起 脚踏车与计程车相撞的事故意外 一辆计程车自北向南行驶 与自巷口西向东的脚踏车南投发生碰撞 据了解八岁的谢信南投 当时骑着脚踏车从社区巷口窜出 一台从成功往台东方向的计程车 正好经过台11线131公里南向的外环车道 由于事发太过突然 计程车驾驶还来不及反应 就直接撞上南投 送医检查后 南投头部受创 下巴撕裂伤 昏迷指数三 南投截至19时 仍在台东马街医院急救中 本分局已完成事故测绘 计程车驾驶经失测无酒精反应 至于详细的事故原因和造势责任 仍待警方调查离心 据下家会东河相报道